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 真不错 主任 啥不错呀 你说的不错呀 就是要有个大的变化 要发展集体经济 是不是 让大伙有优势 有个优势呢 才能支持你 你说 要不这村有啥链头 再说了 以后迎来送网 至少来个领导啥的 他也好接待是吧 主任啊 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呢 我是想说如果我们村富了 这老爷们就都不用进城了 他们在城里也肯定想着家 你说是不是呀 一个意思嘛 真傻鸡啊 傻 算公家的 算私人的 公家哪来的钱呢 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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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个下回站上来 就上杨桂花去 就这一回来 你就大奉一回吧 这是最后一回了 最后一回 行行行行 我再给杀一次 下次再有这一次 我告诉你 我绝不跟你面子 别磨叽了 来来来 大的 知道 打滚的那个 爸 我妈选什么呀 你是想让你妈选上 还是不想让你妈选上 那还用说 当然想让我妈选上呗 选上了 真的呀 那太好了 快跑 从今以后啊 就没人给你做饭吃咯 那我妈呢 你妈上白夜家 陪那个镇里来的领导呢 哦 那咱们吃什么呀 我是没上街去的 我得马上赶回城里 那我咋办呢 去白夜家找你妈去 能不好意思去吗 你要是不好意思 那就得挨饿 是不是啊 你妈既然当选了村主任 你也得学会适应啊 把钥匙收好 锁匙把门锁好啊 我回城里了 嗯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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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怎么都放点了 是啊 都把他赎回来 能吃掉吗 这下安全 安全是安全了 那么多肉能吃完吗 给小秦打电话 让他回来吃肉 小秦正减肥呢 他能吃肉吗 减什么肥减肥 吃完肉再减肥 他能听你的 有本事 你去叫他 看他能回来不 我给他打电话去 喂 爸 小秦哪 咱家肉又炖上了 抓你回来吃肉 爸 你就饶了我吧 你这几天 那猪头肉吃的 我到现在 也想起来还反胃呢 哎呀我不吃了 你自己多吃点吧 好了就这样 我画了啊爸 书生啊 书生 喊啥呀 你喊啥呀 茶叶呢 找茶叶干啥呀 我不去好喝个茶水吗 好好的刮过油 消火消火 一会儿多吃点 你说你图个啥呀你 图个多吃肉呗 喝 谁啊 我爸 干啥 要我回家吃肉 吃肉 还不是你爸你妈干的好事啊 害得我们家这两天 除了肉他就没别的吃的了 是那你也别说 也就你爸有这本 一般人真不行 你说什么呢你 走吧 来来来来来来 少儿 坐下一块吃吧 哎呀我从来不上桌 你吃吧 吃吧一块呗 不用了吃吧 不管他不管他 我起杯 隆重祝贺啊 杨桂花同志当选 谢谢主任 应该说是咱们村 不咱们镇有史以来 第一个女主任吧 我们村历史以来就第一次 隆重祝贺 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主任 祝贺啊 祝贺啊 祝贺杨主任来 干 好 嗯 好 哎 嘿嘿嘿 主任我我不喝了吧 跟你祝贺你不喝 啥话呢 桂花 跟明主任第一次喝酒吧 第一次 你看看第一次我跟你说 明主任是咱们村的包村干部 啊 以后大事小情什么事都得指着明主任呢 嘿嘿嘿 来来来来来来 哦 太多了 来来来干干 那行 这干啥呀 剩下留着养鱼呀 啊 给你祝贺呢 啊 都看了 干 行 哎 好事成熟 嗯 啊 是是是 有点好 都吃 妈 妈 呀 小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我妈呀 啊 桂花 小豆来了 哎 豆 吃不吃饭啊 没有奶 下午不上课吗 儿子 不上了 妈 儿子 嗯 你咋来了呢 我爸让我来的呀 我还没吃饭呢 你爸呢 进城了 喂 梁主任 有事吗 哎 你干啥呀 啊 你就是在着急进去 你也得把儿子饭做好了再走啊 你把儿子派这儿来 这算咋回事啊 啊 这回你知道当这个村主任会影响家庭生活了吧 我跟你说啊 这你可别怪我 是你自找的 既然你选择了这种生活 那就努力努力学会适应吧 喂 喂 喂 妈 我 我是不是不敢来呀 没事 咋不敢来呢 是吧 来来来 走 豆豆 孩子 带着我一起吃饭去 不要 不要没事 真没事 儿子 儿子 这孩子挺有脾气 主任 来 对不起 我今天不能陪你了 等你下次来的 我再陪你好好喝 别 我下次啊 不是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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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白呀 你发现没有啊 这女人当干部啊 就不如男人当干部 那么利索 这一天也不到呢 事儿就来了 她可能有特殊情况啊 哎 哎 原主任 走 咱喝咱子去 走 咱喝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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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跟那杨花花挑明没 啊 没来得及呢 完了我 我专门跟她说 别忘了啊 忘不了 哎呀 别忘了 摸个劲了 有点 摸个劲了 摸个劲了 什么啊 摸个劲了 儿子 妈给你解释 是妈不好 儿子 你管我 儿子 好儿子 说回就回来 说走就走 把这家当啥了 当旅店了 有能在那边也去吧 你就永远也别回来啊 爸 今天上去了 我爸也为了咱家生活好 才去外面打工呢 我不知道啊 你给我讲啥道理啊 你擦擦嘴 谁让你擦嘴了 赶紧吃你的饭得了 这点饭吃得磨磨叽叽的 快点吃 跟你那个死爹一样一样的 老沙呀 老沙呀 妈 我爸啥时候回来啊 妈 我爸啥时候回来啊 寶敏 那儿不等… 肥子 Пом談 到糖je 就是 那儿啊 它来 汤 那儿 这咋没了呢 忙了小丽 嫂子来了 买点啥呀 一袋洗衣粉 一瓶酱油 带拿去 洗了 六块 六块 不对吧 原来这两样不是三块钱吗 恢复原价了 你这涨得也太快了 你是不是选举完了 用不上大家伙了 你说你咋来这么做人呢 嫂子 这个跟竞选没有关系 我这个价钱呢 也是根据这个市场的 这个浮动而浮动的 是吧 这个价格呢 你说的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啥浮动啊 你这不明摆的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嘛 嫂子 你跟你说这话多难听啊 咋难听啊 我用着你啥了 那我还能用着你啥呀 再说了 你当不上村干部 但是你自己个儿没本事 那你不能往我身上撒气啊 你不就开个小卖店吗 那我儿子还在城里当包工头呢 我能怕你啊 我怎么怕你啊 那怎么我还怕你啊 你儿子不就当一个包工头吗 有啥了不起的 又不是土匪头 你说啥呢 什么玩意儿土匪头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开一个小卖店咋了 我有小卖店 你有吗 你什么态度啊 你什么态度啊 哎呀 这死老婆的 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酱油买哪儿去了 你说谁儿子呢 你说谁呢 你说谁儿子呢 我爸你咋的 我这带好我爸你 我还不像话了 说涨就涨 方法涨 有这样的吗 谁受得了啊 啥这物价又涨了 我那是涨了 我那叫恢复原价 你扒倒吧 哎呀 好凤琴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是我咋的了 你看你跟我学呀 当初和小丽家降价的时候 我就忘死买 我买一车子 哎是不是 你涨呗 你再怎么涨 哎我不怕了 像你这么聪明的 咱村里有几个呀 你是谁呀 不是 你看这这咋还冲我来了呢 我这不好心告诉你吧 那行了我不多嘴了 你炒吧 哎你要有能的 能把何小丽的价格炒下来 那你就是能人 你就是物价局的 行行行你省点心吧 省点心 赶快走吧 买东西就买 买得起就买 买不起就走人 哎呀 我不走早的 小卖铺多了 不行我跑出去 哎呦 赶紧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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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小干子 在这跑蛇了 太胖了 哎呀 你管着 我管你 杀掉 杀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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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两个 小卖链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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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啊 息怒 息怒 没事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 都是我这死老婆的 你怎么这么牵权管教呢 你说啥呢 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呢 更没有文化素质 你等着啊 你也不想想 咱们都是马上要搬到城里的人了 莉莉 我们家啊 马上要搬到城里了 是 哥村里还能住几天 再说涨价 要能涨到哪儿去呢 是不是莉莉 是哥 一共多少钱呢 六块 拿钱 来 找你四块 拿东西 钱不找了 找 找 找钱 找你钱 找你钱 你不找了 你看你非给的干什么 谁要的这破玩意儿啊 不是 你管也是 你这价恢复的有点太快了 你再烫两天不就没这事儿了 价钱恢不恢复那是我的事儿 这是我的小卖店 对不对 我想恢复就恢复 我不想恢复我不恢复 你想买就买 你不想买拉倒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呀 是不是 关键吧 就是好风琴确实没素质 不怪本好说的 真的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哥 你把这四块钱交给他 我不占他这便宜 听见了呗 好了 好了 谢谢你 我说你咋回事 你干啥晚上多给他钱呢 你是不是钱多 你没劲儿花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做人要讲风格 要讲点风格 咱们都是马上要搬到城里的人了 你说说就你的水平 将来进了城 你怎么会 你可拉倒吧 我没听说城里人随便扔钱的 嘿你 本好 本好啊 何小离找给你们的零钱 钱不要了 不用了 那我拿着了啊 拿来 不麻烦你了 这是干什么玩意 咋这素质呢 我是好心 手挖的车快疼的 什么素质 我这死老婆子 他就这个素质 你说说将来真进了城 他怎么混 要不换个新的 这我还真没想过 我要是你 进城就换个新的 你真这么想的 对 王胡啊 我看你一辈子也进不了城 你以为这媳妇是件外套呢 说换就换 我看你这个素质 也得好好提高提高 我是说你家好奉行 就这个素质 将来给你进了城 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 我是好心 给你提这么个建议 我谢谢你 谢谢你的好心 白瞎了 我自己会帮助他提高的 那有点麻烦 麻烦就麻烦 你以为换个新的 就会那么省心呢 白好了 白好了 啥时候 搬呢 快了 快了 总说快了 快了 我发现你又不吹 你嘴就干吧 是不是 白好 我也想要搬到城里边去住 你说啥玩意儿 我说我呀 也想要搬到城里边去住啊 你也想搬到城里去住 对呀 哎呀 这可太难了 太难了 这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 这个过程啊 是相当复杂 我知道相当复杂 不过我 我有办法 你有啥办法 想啥办法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不过事情的进展的非常的顺利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真的 哎 对了 本好 你那个龙头在吗在身上 你让我看看 将来我做一下参考 哎呀 你看看我这脑子 这老个身上揣着 今天就偏偏就忘家里了 行 等哪天有空 我给你送去 谢谢了 啊啊啊啊哎哎哎呀 我的天哪 儿子 儿子 儿子别玩了 吃饭了 来擦擦手 儿子 把饭吃了赶紧写作业 妈妈上你白银 有点事 听见了没 听见了 儿子 别忘了写作业 妈妈拜拜 嗯 对 可真 哎呀 哎哎哎哎 又干啥去啊 到王胡那儿去一趟 我就看那王胡不像啥好人 你以后少跟他接触 你怎么说话呢 王胡是不是好人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个马上就要住进城里的人 他就是换人 他就是换人 能换着我了啊 再有老婆子 做人呐 要讲究点风格 别紧紧计较的 行行行行 你一说这风格我就脑袋疼 你你爱哪哪去吧 我不管你了啊 哎呦 老刘 少许搬家 快点快点 这不能弄点青菜呀 弄什么青菜呀 这不有肉吗 赶快吃不吃坏了 我是吃不下去了 妈 你给我拿点咸菜吧 我宁愿吃咸菜 我也不吃这玩意 好 妈给你拿咸菜去 吃肉就比青菜强 就比青菜有营养 别给他拿咸菜 就让他吃肉 拿什么咸菜呀 哎呀 你这孩子就是脚硬 吃咸菜 吃什么咸菜呀 吃肉得了 不吃了 饱了 都是把你们娘俩狂的呀 肉都不吃了 他不吃你吃 我才不吃呢 你咋不吃呢 我吃 你弄来不吃 我先扶你们 拿起来 干啥 这是我们这样吃要做小脸 是得有个项目 要不一点抓手都没有 就是啊 那个 抽空啊 我到镇上再争取成绪 另外你 你提议 让王红粉当妇女主任 这个想法也挺好 选举的时候 她的票数也不少 我看行 单叔 我觉得 她肯定是个好帮手 你说呢 嗯 行 桂花啊 咱们村 是有着辉煌的革命历史了 嗯 虽说近些年 各项工作 在镇上不是名列前茅 但也从来没拖过后腿 是吧 我知道 我希望你大胆开展工作 弄出点名堂来 这个以后啊 就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 你自己做主 大胆地干 我都这岁数了 这摊子 早晚得交给你呀 说 白叔 您老可千万别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 您是我的主心骨 到啥时候 这个肚 也应该由你来长 我说的是心里话 我也是心里话 老婆呀 啊 啊 啊 是 哎 啥 这好 桂花也在这儿 有件事 我得说道说道 那 就是村里招待的事 哎 哦 谈工作呢 你说这事好吗 没事 什么事啊 你说是 以前吧 你白叔见那村主任的时候 都在我们家 这以后 你当村主任了 那 这村里招待的事 是不是 该挪到你家去了 这 你说这事干什么玩意 你贪工作呢 你说 我婶说的对 行 以后就到我们家 母亲们 别坐啊 没明眼高低 你 你 你 这 叔 哎呀 该的 哎呀 你是咋整的你 叔啊 嗯 咱们村上招待的事 多吗 哎呀 也不少 桂花 平常我就为这事犯愁啊 你说不招待吧 他们不走 你 你还不能碾他 你招待吧 村里又卖钱 说心里话 这些年 我赔进去的钱 比村里发给我的还多 你信不信 以后你就知道了 这肉都倒了吧 别倒啊 热乎热乎 还能吃一顿的 别倒 小青啊 爸 我跟你说的那个 就是一尔在这儿的三 跟你说的那个 搞得像那个事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抓紧了 别一天洗了嘛 好好的 你知道了爸 你别老知道了 知道了 就按我说的那个条件 这次也得找一个像流来运那样的 我告诉你 你找烂七八糟 必须我不同意啊 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好你个王虎 你真是狡猾到了极点啊 你这是要直接抢夺我的胜利果实啊 不行 我不同意 王虎 我坚决不同意 万老啊 你说啥呢 你想办法 想办法 就想出这种办法啊 你也太省事了吧你 这些年 我培养我家刘莱月 是辛辛苦苦 你一个想法 想把它直接拿走啊你 我坚决不同意 刘叔 你看你说的这是啥呀 咱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本好啊 我怎么刚才听着你说的话 怎么驴唇不对马嘴呢 什么叫驴唇不对马嘴呀 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想把你家小亲 直接嫁给我家来运 你死了这份信 我说本好啊 你是不是过高的 估计你家刘莱月了 你觉得只有你家刘莱月 能在城里买得起房子吗 你错了 买得起房子的人呢 是千千万万 是万万千千的 你是不是以为 我们家小琴 只有嫁给你们家刘莱月 才能到城里吗 你又错了 喜欢我们家小琴的人呢 太多太多了 那是我听错了 你不光是听错了 而且是狠错 那就对不起 不光是对不起了 应该是狠对不起 狠对不起 狠对不起 对了 给你看个这宣传册 不看 不看拉倒 我一个马上就要进城里的人了 我吸的巴的你 小琴 你给我震口气 找一个皮溜来院 还有钱的 刘莱月好家买三楼 咱家买六楼 我让他永远在我脚底下 我踩死他 下班里还不给你家呢 这就回 好 下班 下班呢 上班 出去等完了吗 弄好了都放进桌子上了 那好了 好嘞 小琴 你在这门口站着干嘛呀 等你呢 有事啊 过来 我问你点事 来 不是 那你瞅我在这都说半天了 那你就卖我点呗 行不 不卖 你咋这样呢 那你为啥不卖我肉啊 肉嘛 是我的 我想卖谁我就卖谁 你我就不卖 你是不是趁着前一段村里选 村主任的时候 我没投你票啊 丫米啊 你说对了 我跟你说啊 咱村都瞧不起我吗 是不是啊 没关系啊 胡说不是吃素啊 是不是啊 有本事别卖我肉 那样呗 我看村里人都让你得罪变了 你就老实了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卖不卖我肉 不卖 不卖 就是不卖 就不卖你 你 你也就能欺负我吧 不卖拉倒 我不买了呢 你等着这 你等着这 不卖拉倒 就不卖你 就馋死你了 来 买肉 来 来 来 啥事啊 还这么严肃 我听说 你爸让你找刘来运 有没有这事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 没有这事 没有咱会有人传的 你说 到底有没有这事 真没有这事 不过 我爸倒是让我找一个比刘来运强的 这是真事 哪方面比他强 那要是按照我爸的标准呢 就是要在城里有房的 不就是个房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呢 陆琪 你等我两年 我指定在城里买房 那是我爸的标准 那又不是我的标准 再说了 在我心里 你可比那个刘来运强多了 好了 别生气了啊 咱俩回家休息吧 快点啊 那我回去了 爸 小心 那样 我们都是男子汉 每天要以全新的姿态 面对新一天的工作 要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老板 对我们的期待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向右转 进步走 三档党兵的人 预备 上 三档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自控离开家乡 有高烈两天和娘 又来运 你咋来了 你咋来了 谁这是 地下 干啥 这是你们问的吗 来来干活的 这两个严肃的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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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对对对 他们挺有意思呀 都没问话 你咋来了呢 来看看你不行啊 还能找这儿的呀 我不有你名片吗 咋能找不着呢 对 是我笨 来看看你的工地 行 这楼这么高 有多少层啊 这还没盖完呢 盖完以后得二十八层吧 那么高呢 都是你盖的 也不都是 还有别的队 太厉害了 我令你进去看看 行啊 大齐 拿个新安全帽来 走 喂 喂 刚才李亚米她买肉来了 我按你说的我没卖她 哎呀别怕 没什么大不了的 怕他们干什么 没事啊 挂了 桂花 来小米儿 桂花 啊 胡胜欺负我 咋的了 谁欺负你啊 胡胜不卖我肉 胡胜不卖你肉 嗯 不是她不卖你肉 你找我干啥呀 我就找你 她为啥不卖你肉啊 她又说 投票选村主任的时候 我没投她票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你没投她票 她就不卖你肉 嗯 你投我票了 你就来找我解决这事 这咋回事啊 这咋回事啊这是 哈哈哈哈 笑啥呀 那我咋给你解决呀 哈哈哈 你不知道 她不光不卖我肉 她都说了 方黄村 谁去买肉她都不卖 其实她就冲了你 还像呢 哎呀 是吗 啊 胡胜也不能啊 哎 你去找王红粉 让她带上一帮人 咱们问问 这胡胜到底想干啥 行 去勾人去 欺负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勾人 哈哈哈哈哈哈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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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份子来这么慢呢 啊 人都到齐了吗 差不多了 到齐了 那我没吃怎么办呢 你去坐我这我托你去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走吧 走吧 走 出发 喂 我看你杨桂花 带着一帮女的出村了 是不是去你那儿去了 啊 不是 你说啥 不是人多吧 多啊 十几个呢 行 怎么长 哎我跟你说啊 我不知道她去你们那儿干什么去了 但是她要买肉 你千万别卖给她 听见没有 你给我挺住 本来我就胆小了一下 我本来就胆小了 不行 你赶紧过来 你帮我盯一下行不行 哎呀 你说你咋能帮我笨呢 我咋架你这么一个窝囊废呢 你等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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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employees 我这人瞎忙 那个 要不咱俩去茶楼坐会儿吧 去啥茶楼啊 你看咱俩像是能去茶楼坐着人吗 你工地这么多事呢 我还得去送货 给他事电话联系吧 行 我走了 帽子 接着 那 那我给你打电话你得接 一定接 说好了 走了 慢点